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下午直播環節日文必答 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可以隨時打電話熱線是204-6566 或是法國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身邊嘉賓輪到郭Sir和大家聊天 先聽聽胡小姐的電話 郭小姐你好 我想問1375是8.3 我想問其他證據都不升 我想問6881或是637或是16 你幫我選其他證據是否可以拿著他 你問的就是1375 中州證券 去到4.15元 我還記得他的招股價是2.51元 照顧不久的股價坐火箭 衝到這一位置 又調整了 暫時高位拿著左 好不如現在才走呢 那些券商股這一陣子的勢頭好像一般 好像中信監方面不斷拉高層下來的 中信證券高層一個個被拉 其實整個市況 成交又比較少 預期一段時期 券商股都會持續反覆大緣 今年3、4、5、6月當然是一眾券商股飛天 你100元買不重要 但問題是不對版 整個市況已經不對版 為何不下車 你現在再轉券商股 你始終都沒有運行 其實券商股沒有了一半 基建股都沒有了一半 如果要換的 我認為應該換基建股 包括中車 包括中交建 起碼有一路一大政策去扶持 如果換其他券商股 只是換湯不換藥 因為整個行業整個板塊 暫時來說 都沒有太大的憧憬 留意這一點 順便一提 百個多賣 你看九元、十元不要緊 跌穿百元、跌穿七元 為何不肯自虧 你贏的時間贏少少 就肯可能會走 輸的時間就抱著不肯走 結果就沒有了一半 其實大家真的要小心點 市場的波浪 升和跌的幅度 都會比自己預期為大 小心點 好 還有沒有其他補充的 胡小姐 麻煩你 我想現在換邊之後 因為我現在 拿到1186 都有一些是16元 有些是13元 我想問現在如果沽了1375 換邊之後 你想沽了勸商股 就買一些鐵路股 三九零方面 繼續停牌 會否說哪一隻好些呢 1766今天表現都不錯 靠韻幫我見到 A股方面 收了市 其間來說 A股衝對 15元左右 14.89元 因為中美有合作 第一次合作 起鐵路 老實說 如果要換 當然要換基建相關的股份 你有186元 不要再換186元 錢怎麼可能買一隻股份 中交建和1766 兩隻 隨便選一隻 我覺得如果兩隻選一隻 我會選1766 就是中車 不過問題就是 要換的 早點換 趁個市 反覆的時間換 如果不是 市再衝高的時間 強勢股就越更加強勢 弱勢股就越更加弱 到你換的時間 你動用的現金比例 可能會比較少 要換就早點換 好 胡小姐有沒有其他問題問 我剛才說早點換 問題就是 你現在這一分鐘換 你不要計價 最低 八個多 最高是多少錢 不要這樣計 因為 大家都跌了一半 老實說 中車復牌之後 最高建的16.98 最低只剩8元以下 一樣是沒有了一半 可惜 八個多 或者早前 沒有換到比較可惜 不過不要緊 低位上來 都是說一個多銀錢 如果現在拿著夠錢 中車和券商股 我都會叫你買中車 好 多謝了 胡小姐的電話查詢 剩下的時間 和郭Sir 談談有什麼股份 就可以去部署了 昨天來講 每次升成五百十幾點 乾淨意味 成交未說太配合 不過大家就說 可能有些臭股大翻身 好像豪刀股 聯賞 或者是一些 零售股等等 其實昨天都有資金追捧 好事 拿著聯賞為例 連升兩天 勢頭都不錯 今天來講 繼續都可以升 升超過半成 那麼多 去到七三毫半 豪刀股剛剛都提到 亦都是 昨天來講 逆市 跟回市況 升成就是半成 那麼多上來 馬國上 剛剛提到那些板塊 其實是不是可以 現在做方法部署呢 因為很多的大行 出來就說 他們這些相關板塊 來講 例如就說 汽車的經銷商的股份 來講 亦都是說 最壞的情況 可能過了 那麼我剛剛提到的幾個板塊 現在可不可以買入呢 其實我的看法是剛剛相反的 因為整個 博彩的板塊 現在是一個 接近寒冬的時間 內地又反貪反腐 經濟又下限 你變成去澳門 旅遊當然沒什麼所謂 但是 誰有這樣的心情 帶著一大塊錢 去進行一個博彩 是不是 加上博彩的新場 越可越多 在經濟下限當中 一般來講 博彩的業務 都略為受損 你好像是早幾年 是沒有反貪反腐 氣候亦都比較好 大家財富後應都比較強 當然 籌碼一動動地推 但現在 事情不在 何時才能夠回復昔日的光彩 我也不知道 但起碼不是短期可以見到的事情 至於其他的板塊 老實說真的要看政策 好像煤炭股 中央政府希望減少碳排放 而電煤價格持續下限 你拿幾隻煤炭股來做短炒 無所謂 但你拿作低級的對象 似乎 好像不是時候 至於你說 例如其他的 內房 或者是 一些航空股 都有不明 如果一間內房本身的 欠債是以美元做單位 而他 在內地的賣樓 是收人民幣的 如果人民幣匯率真的有機會再進一步下限的話 他只是匯兌的風險 已經是相當大的數字 至於你說 其他那些板塊 好像 石油的板塊 亦都是因為 能源價格持續下跌 供過於 供過於求 謝謝郭sir 我們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休息幾分鐘 稍後再聽郭sir說其他顧本的表現 隔壁觀眾不要走開 有事想問郭sir 立即打給我們 不要等 電話熱線 204-6566 稍後再談